据埃菲社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 4月18日在加拉加斯表示 俄罗斯将致力于帮助委内瑞拉经济 独立于来自美国和西方其他行为体的压力 报道称 拉夫罗夫在与委内瑞拉外长伊万希尔会谈后 对记者说 我们将以一切方式提供帮助 以使委内瑞拉的经济成为独立于美国和西方其他行为体压力的经济 拉夫罗夫表示 他相信处于大量制裁之下的俄罗斯的经验将对委内瑞拉非常有用 报道称 希尔表示 他的国家没有感觉到国际制裁的放松 而委内瑞拉的经济复苏得益于民众的自身努力和该国与世界许多国家的合作 希尔说 我们继续向美国和欧洲要求必须取消所有制裁 在没有取消对委内瑞拉经济的最后一项制裁之前 我们无法谈论国家间关系的正常状态 据报道 委内瑞拉称自2014年12月以来西方对该国实施了900多项单边制裁作施 据塔斯社报道 拉夫罗夫在与希尔会谈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 在遭受西方制裁的数量方面 俄罗斯是世界冠军 俄将与委内瑞拉分享摆脱西方制裁影响的经验 拉夫罗夫说 我相信我们的经验对委内瑞拉朋友也有用 因为就制裁的数量而言 我们现在是世界冠军 我们正在迅速积累经验 我们将与委内瑞拉同行分享这些经验 报道称 有记者问 美国最初暗示将解除对委内瑞拉的制裁 但随后却出尔反尔 宣称可能加强限制 俄罗斯能否根据自身经验 帮助委内瑞拉克服制裁带来的影响 对此拉夫罗夫强调 大家都非常清楚 美国随时会出尔反尔 其说谎的频率远高于 兑现承诺和自身建议的频率 他补充说 我们可以从历史事件讲起 当初他们向格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保证 北约不会扩张 可后来名单却越来越长 这事大家可能都听烦了 但每个人都很清楚这件事 拉夫罗夫指出 因此我们完全支持委内瑞拉朋友的立场 这是他们的国家 这是他们的碳氢化合物 这是他们的经济 他们受到最严厉的非法食材 他们必须自己决定如何继续工作 如何继续发展他们的国家 我们将尽最大努力 确保委内瑞拉经济 越来越不受制于美国或西方阵营 其他成员的苛求和地缘政治游戏